透过热点分享观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就在中共因为赖清德说过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之后 气敌败坏,在台海来了一个围台军演 结果是雷声大,有点小,既丢人又现眼 就在他的军演结束以后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 迈克·麦考尔率领一个代表团就抵达了台北 进行围起四天的访问 另外美国的两艘航母也开始围着台海周边在溜弯 所以说啊,这个中共的军演呢 最终是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对内搞大内宣 对外的影响极其的有限 那我们先来看他的军演 中共围起两天的多军种围台军演上周五结束 这一次号称全面封锁台湾的大规模军演 并没有引起台湾民众的恐慌 更有趣的是什么呢 台湾的军方还显露出可以随时击落中共先进战机的能力 当然他的先进是所谓先进了 专家们认为中共军演被看出破绽 也就是啊,底裤都被人看到了,你就在那能力被美军 还有这个国军 全部都给抓到,随时可以针对你进行打击 与真正的战争时的状况是脱节的 其对内部舆论上的目的高于军事 那确实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啊,按照目前的这个形式 如果中共真的要对台湾展开行动 首先可能是把台湾围起来 围而不打,这是一个方案 让你的资源耗尽,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用导弹进行饱和式打击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他只能针对军事设施进行打击 他不可能把整个台湾岛移为平地 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呀 那就引起世界的公愤 那么中共也一定会被从这个地球上抹去 那将是一场世界大战 所以啊,中共不可能蠢到这份上 那么中共他不敢把台湾岛整个一为平地 那么他只能针对军事设施进行打击 即使你再进行饱和打击 你中共的这个芯片的能力有限 你也不可能打得那么精准 过去我们都看到了 中共的导弹出来 就不知道飞哪去了 中共的导弹这种素质 他怎么可能说精准的打击台湾的军事目标呢 所以说呀,打台湾是一个非常艰巨的 一个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一个任务 而且周边还有美军的航母在巡逻 在保护着台湾,还有日本 所以呀,当我们看到这次中共的军演 雷声大雨点小 号称是围台什么多军种 说什么实弹演习 结果他根本就没用实弹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竟然弄出个3D动画 用3D动画来统一台湾吗 所以中共的军演也造成了一种边际效应 他随着他一次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这种演习 一次又一次 这次不是什么联合力剑A吗 据说还有ABC什么BCD啊 将一次不如一次 这个一代不如一代 最终呢,他只能丢人现眼 那如果他真想打台湾 真敢打 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 这历史两天的演习啊 中共官媒上就充斥着中共什么东部战区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展开什么舰机协同 对海突击对陆打击训练的视频和文字报道 就是那个3D动画 中俄导弹呢 可以打到大气层 然后从大气层上直接落下来进行攻击 这个是有这个技术的 但是啊,那台湾的防御网也是非常强的呀 据说跟以色列是相当的 在亚洲来讲也是首屈一指的 所以你的导弹是可以从大气层上下来 但是台湾他也可以进行防御 除非是你大规模 这个宝盒式的下来 那这种可能防不住 如果这样呢 那基本上就是同归于尽了 你这个导弹下来 那么中共国你这些什么马列子孙呢 中南海里那些什么生物啊 估计也就玩完了 中华民国国防部不仅展示了空中的力量 还发布了海军P-3C反舰机监控共舰的画面 进一步证明了台湾军队 它的综合实力 网络上网友纷纷对台湾国军的表现表示赞赏 有人指出中共的武器尽管吹嘘的强大 但未经过实战检验 真实情况是值得怀疑的 这次呢 这F-16新型的瞄准追踪技术 能够在极远的距离锁定目标 中共的飞机在被击落前 甚至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锁定了 因为网友科普就说呀 这技术是红外线感知锁定是被动式的 对方不会察觉被锁定 也就是说这个国军的军机F-16 把中共的什么歼16什么轰6啊 就说这个名啊 歼之前我们在节目就说过 就不能取个好点的名字吗 这个歼怎么听他都不正经 还有轰 这没到呢 自个就先轰了 这种名字啊 在我们华人的文化中啊 这种谐音其实都非常重要的 你取一个好的名字 那对你的士气也是有影响的 视频显示 台湾的战斗机不仅能够精准的锁定目标 而且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随时击落 那这种情况形象点说 就是别人在背后用枪指着你的脑袋 你怎么还击呢 所以说现在中共所谓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很多时候啊都是吹嘘的 习近平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我在中共军队里是待过的 所以我知道啊很多那个技术是非常落后的 他没有那么先进 但是呢你要把它说的很先进 那宣传很多时候不就是造假吗 宣传多了 那不但敌人信了 自己都信了 但实际上你没那个实力 这次不但中共的军机被国军的军机给锁定了 而且在为期两天的军演期间 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发布的消息 联合启瑞号这艘船大概有4400吨 全长85公尺 具有23500匹马力 这艘船曾经在多个海域完成过工程作业任务 这艘船呢就在演习期间沉没了 联合启瑞号 那中共的军演的名字叫联合力舰 都是联合 所以他联合那就沉了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不好的兆头 尽管他这个船据说是没有在演习区 但是鬼知道中共的导弹打到哪去了 网友就说呀 与演习有关吗 被导弹击中了吗 厉害国这次军演效果太牛了 A股两天大跌 还把自己的联合启瑞干成了 这就是中共的军演 而且在中共的军演结束以后 美军也来了 美国首先表明立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说呀 说我们对中国的行动感到担忧 特别是部署导弹和军事演习 这鲁莽的行动破坏了地区的稳定和确定性 也就是在24日 有网友发出视频 显示一艘美军的航母正在由太平洋驶向南海 这艘航母呢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之前在新加坡 在我们新加坡修整的罗斯符号 从航行的航计来看 这又是要去台海和琉球群岛溜弯了 西澳多罗斯符号 目前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这个第七舰队是美国海军最大的前沿部署舰队 同时不断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组织 小伙伴们搞点联合行动啥的 时刻关注着你中共的行动 一旦你中共军队有异动 那么美国的这个罗斯符号一定会给予毁灭性打击 另外美国海军公开的最新图片就显示 本该返回美国本土的里根号航母 也再次出现在了南海海域 里根号本已经完成在日本长达九年的部署 从神奈川县的横须鹤海军基地离开 出发前往美国 结果现在这种情况 一看还是亚太这比较重要 在巡逻一圈 跟你中共看一看 我们还在这呢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也宣布 将在6月26日到8月2日 举办第29届环太平洋军演 参与演习的国家多达29个 包括美英日韩 菲律宾 澳大利亚 法国 德国 印度 比利时 巴西 文莱等等等等 都是世界上的强国 这次演习的人数高达2.5万人 涉及14国的陆军 40艘水面舰艇 三艘潜舰 以及超过150架飞机 看比规模吗 看谁的规模比较大呢 这个就说明啊 参与这次演习的国家 基本上 在关键的时候 也就如果美国一旦 参与到这个台海战争中来 那么这些国家 都是抱团跟美国大哥混的 那中共呢 一定会成为重视之地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 中共如果想入侵台湾 那就是作死 除非他想玉石俱焚 当年跟着中共打江山的这批人 他们的子子孙孙 也就是马列子孙 现在都已经坐了江山 每天都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那生活别提有多滋润了 如果习近平突然犯魂打台湾 那就会破坏他们现在的这种 非常美好的生活 一旦他们现有的这种生活被打破了 或者说未来他们将面临着被清算的结局 那他们一定会展开反击的 因为共产党人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利益 这些人呢 目前已经没有什么信仰了 他们信仰的就是钱 那谁党了他们的财路 最终他们都会倒霉 现在习近平只要打台湾 就等于党了这些人的财路 所以啊习近平就等于自寻死路 所以我个人认为 除非是发生什么意外的突发情况 或者是习近平突然的失智了 否则在现有的这个状态下 中共去打台湾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即使他打了 他取胜的可能也是极低的 那除非是玉石俱焚 那好吧 感谢朋友们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